我校高于低师段考数学成绩不理想 多数同学成绩偏低 考虑可能同学适应不良 数学老师决定将每人原始成绩取平方更后乘以10 作为正式成绩 经选取100位同学 发现调整后平均成绩65分 标准差15分 试问这100位同学未调整前的平均成绩 好,我们假设如下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标准差15会等于 就是九分之一 sigma i等于1到100 y i的平方 减掉100 乘以65的平方 好,那我们整理一下 我们可以知道 sigma i等于1到100 y i的平方等于 4 4 4 7 7 5 那我们又知 y i 会等于 更号 s i 乘以10 我把它带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sigma i等于 1到100 的s i 等于 4 4 4 7 7 7 5 好,那我们要求 酸素平均数 s bar 再除以100 所以答案是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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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分 超级 cic